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第一堂中我要讲这个负担是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 因为我头三十年的侍奉 每场聚会的听众有男有女 然后大约十年前 我每次祷告都会听到上帝说两个字 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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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太太说这件事 她说你应该开始向男人讲道 其实她还说 从现在起你不应该拒绝男士聚会的讲道邀请 我一直到最近才开始拒绝一些邀请 因为邀请的人太多 我不可能都去 但是头三十年的负担不断成长 最后开花结果 我先简单地讲一下我自己和我的背景 让你了解我的背景 我要从六十年前我戒烟的那天讲起 那天是我第一次抽烟 之后没有再抽过一根烟 那天我们有四个人到树林里去抽掉了一整盒香烟 抽完以后非常不舒服 我还没有遇过第一次抽烟就很喜欢的人 头五十根烟的经验我们都不喜欢 抽完很不舒服 我最近在打笔的市政厅讲这件事 台上一位寻道会牧师立刻站起来说 大卫我也在那四个人当中啊 他早就忘了这件事 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我告诉你抽烟不会让你下地狱 但是会让你闻起来像是去过地狱一样 既然不喜欢抽烟 为什么要抽烟呢 答案是我们想当男人 而不是男孩 每个男孩心目中都有一副男子汉的形象 都希望自己能够拥有那个形象 上帝希望每个男孩都向父亲学习男人的形象 每个男孩都应该说我长大后要像我爸爸一样 但是我却听过很多很多的男人说 我最不想要像我爸爸那样了 很多男人刻意背道而驰 于是从各样管道认识男人的形象 对于九岁的我来说 男人的形象就是抽烟 后来我十六岁的时候离开学校到农场工作 因为我的志愿一向是做农夫 我每个周末都会去农场 所以十六岁的时候我到农场工作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去给九十头母牛挤奶 跟我一起工作的那个男人 大家都知道他最会骂脏话 而且内容都不会重复 在一起工作的那些人 他们会比赛骂脏话 而我也跟着学到了很多智慧 很有意思 在男孩的心目中 骂脏话也是男子汉的形象 男子汉要会骂脏话 而大多数的脏话是来自两种神圣的关系 一个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 一个是人和上帝的关系 所以一般最常骂的脏话 就是亵渎这两种关系 他们拿这种神圣的关系来骤骂人 所以骂脏话就是贬低原本美好的事物 甚至是神圣的事物 但是这却是男孩心目中的男人形象 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骂脏话 想证明自己是个男人 所以我从各种地方学到了男人应该具备的形象 还好我在农场工作一年以后 遇见了一个叫耶稣的人 我本来以为他已经死了两千年 当我发现他没死 真是吓了一跳 我回到农场去工作的时候 发现自己竟然在清晨五点钟 对着母牛唱诗歌 这真是个神迹啊 因为早上五点钟起来做这种工作 通常不会想要唱歌 我真希望当时去申请了专利 因为几年后 我在农夫周刊上读到 音乐可以帮助母牛分泌乳汁 当时很多农人会在牛棚里放音乐 来促进母牛分泌乳汁 我可以说早在大家知道之前 我就已经发现这件事了 不过这个时候 我的人生开始快速改变 我开始讲道 不是在教会讲 当时教会不会邀我去讲 但我到处讲道 讲台是一辆美军军用的吉普车 是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 我会把车停在有人的地方 有一家电影院外面 常常有人在排队 在诺森伯兰威特利海滩那里 我就把吉普车停在那里讲道 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 耶稣仍然活着 而且这事改变了整个历史 当时我真的很兴奋 天真的到处传讲这件事 不久之后 有七八十个年轻人加入 我们经常在英国东北部集体行动 大家都知道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到处去讲道 后来我开始在教会讲道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有个礼拜天下午 我和一个基督徒书商喝茶 我知道他那天晚上 要去史班尼摩亚的一个礼拜堂讲道 我就跟去 要听他讲道 坐公车去的路上 我问他你今晚要讲什么 他说不是我讲 是你讲 那天晚上我走上讲台 把我对神的认识 和自己的见证 在七分钟内一口气讲完 接下来 我开始有了压力 我很喜欢在农场工作 一直想做个农人 但是现在我爱上讲道 想做个传道人 我左右为难 压力越来越大 各位 我跟你们讲一个秘诀 我发现 想知道神的带领 有一个简单的秘诀 有些人费尽了力气 想知道神的带领 但是我对神说 你是主 所以你是我的老板 我不必去解读你的心思 你有责任要告诉我 你要我做什么 我郑重向上帝许诺说 只要你清楚地告诉我 你要我做什么 我就会去做 如果你叫我说什么 或是叫我去哪里 只要你清楚地告诉我 我就会顺服 靠着神的恩典 多年来 我守住了这个诺言 虽然有代价要付 有后果要面对 但这表示 我不刻意寻求神的带领 如果我没有听到 神向我说话 我会认定 祂是要我继续做 我已经在做的事 但是如果祂要我做别的事 祂只要清楚告诉我就行了 这样做 胜缺很多麻烦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来知道神的带领 我只能够说 很管用 结果不见得都是你想要的 但是很管用 所以有一天早上 我起来的时候 我对主说 求你今天中午12点以前 告诉我 你要我做传道人还是农夫 那天早上十点半 我和一个朋友在农场喝咖啡 他看着我 直接了当地对我说 大卫 您以后会讲道 不是种田 我对主说 这还不够清楚 喝完咖啡以后 我就离开了那里 在路上跟一个退休的 寻道会牧师 不齐而喻 我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了 我从小就认识他 我打招呼说 史考特牧师你好吗 他没有回答 问候别人好不好 对方不见得会回答 但他却问我 你怎么没有去全职服食 当时是十一点半 我对主说 这够清楚了 我后来 又在农场 继续工作了三年 在新宝大学 拿到了农学系的文凭 但是我很清楚 未来要做什么 就在几个礼拜以后 我父亲说 要跟我谈一谈 我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 但是他说 我已经安排好 等你二十一岁的时候 要帮你租一个农场 我知道你想做农人 所以我在苏格兰 找到了一个小农场 等你满二十一岁 就可以租下来 我只得告诉父亲 他晚了几个礼拜告诉我 我的天赋 已经先安排好了 那是一个 很特别的经验 我每次开车 经过那个小农场 都会转头看看 想到自己 有可能在那里挤牛奶 这是我喜欢的工作 天气好的时候 坐在耕耘机上耕田 海鸥在空中盘旋 我就会快乐一整天 但是神对我有别的计划 到了一九五零年 我想做寻道会的传道人 我没有去过其他教派的教会 所以我对其他教派都不了解 其实我的祖先一直都在寻道会 从约翰·魏斯里时代就开始了 寻道会的第一批传道人 有一个叫约翰·鲍森 他是约克郡的农人 是我的直系祖先 从此我们家族的男人 不是农夫 就是传道人 或者两者皆是 那是家族的传统 但是我做传道人 并不是遵循传统 而是我自己的决定 所以我想去寻道会 当传道人 但他们说 你需要等一年 我说这一年内 你拆我去哪里做什么 我都愿意 他们说好 我说 但是必须在不列颠群岛内 他们说 你可以去摄德兰群岛 这是不列颠群岛里面 离我最远的地方 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以为这里只会出现在地图的小格子内 因为学校的每一张地图 都是另外用小格子放大 来标示这个地方 后来我从爱丁堡的利斯港 搭煤炭船出发 经过爱伯丁 经过强尼特林 经过奥克尼 经过费拉 船继续航行 我心想 摄德兰群岛到底在哪里 最后终于抵达了 我在那里照顾五间教会 搭气船往来各教会之间 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 不过我第一次主持丧礼的时候 开始由我现在要跟你们分享的这个负担 在1950年 我第一次主持丧礼 过世的是个男人 那个时代的女人不能参加丧礼 只有男人可以参加 所以教会里第一次挤满了男人 平常每个主日都像做救生艇 妇如仙上 知道我的意思吗 但是第一次教会里挤满了男人 我吓了一跳 然后我们到墓园 在墓园举行仪式之后 我就离开了 可是我离开以后 那些男人还留在原地 他们在做别的事 我没有看见他们在做什么 我就问别人 他们让我知道 原来这个死者是一个共济会员 所有的会员都来参加丧礼 他们正在做一件事 向刚入土的死者道别 当时我对共济会一无所知 但是我问他们 你们为什么会加入共济会 因为没有一个人来教会 他们就告诉我为什么会加入 我发现主要的原因是 二次大战之后 他们返乡了 却很想念军中的男性同袍 所以到处找看看 有没有男人团契可以加入 结果找到了共济会就加入了 这些退伍军人都加入了 他们把共济会的事 一五一十都跟我说了 他们甚至邀我加入 如果我有兴趣 他们可以帮助我加入 我差点就加入了 感谢主 我没有加入 因为现在我很清楚 共济会在做什么 他们说加入共济会 对我的事业会有帮助 我觉得有点奇怪 后来我发现 伦敦有一些教会 只有共济会的成员 才能做传道人 我当时没有加入 我现在很高兴我没有 但是我要先告诉各位 一个重点 虽然我不认同共济会 但是我能够做的 真的很有限 因为除非教会 能够提供更好的男人团契 我能做的实在是非常有限 我后来对共济会 有更多的了解 我相信 如果有男人想 去共济会 找男人的团契 那样是很危险的 虽然很多男人 加入共济会的动机 是为了交朋友 共济会现在写了一本小册子 在讲我 他们到处发送册子 警告大家 要留意可怕的大卫报孙 是香港圣工会的教长写的 这是题外话了 但是我看见这些事 带来的后果 有一次 我在离这里不远的体育馆内讲道 会后有一对老夫妇来找我 先生身材高大挺拔 我猜他们大概是七十几岁吧 太太的状况看起来很糟 驼背的厉害 身体发抖 两颊凹陷 看起来病得很重 先生对我说 你可以为我太太祷告吗 这么多年来 他一直是一个贤妻良母 现在看见他这样 我真是不忍心 我说我必须知道怎么回事 才能够做医治祷告 他到底怎么了 他说问题就在这里 医生也不知道 我说我必须先知道 到底要为什么祷告才行 我问问上帝 如果他告诉我 我就可以为他祷告 我求问上帝 他告诉了我 然后我问这个先生 你是共济会成员吗 他说是的 不过我现在很少去了 我说奉耶稣的名 你们回家去 把跟共济会有关的东西都烧掉 你太太的病就会好 他说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放在哪里 他太太说我知道 做太太的常会这样 有的时候很气人 如果你想找东西 去问太太 看你上次什么时候用过 就会找到了 反正他们回家后 把那些东西都烧了 但是他的病情并没有起色 他们在后院烧那些东西 但是太太的健康没有改善 他忍不住对天大海 主啊 那个人说东西烧了就会好 可是我们烧了却没有好 这个时候 生平第一次上帝向他说话 神说车库里还有 他们果然在车库又找到了一些 全部拿出来烧了 第二天晚上聚会结束后 他们又来找我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太太看起来年轻了十岁 先生看起来像中的乐透 有个十四岁男孩住在我们家附近 他晚上会尿床 每次去参加夏令营 就得带一块塑胶布铺床 经常被大家取笑 父母带他去看医生 看心理医生 想尽一切办法都解决不了 我有一个朋友去他家喝茶 问他们家里 有没有人是共济会员 有 孩子的祖父是共济会的分会领导人 我的朋友就为这件事祷告 结果这个男孩从此没有再尿床 当然你可以说 这些事都是碰巧 不过不久前有个人来找我 他是个医生 他坐在椅子上吓得全身发抖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我刚刚被升到了共济会的最高阶 我发现我们拜的是撒旦 我是个上教会的人 我真的是吓死了 我帮助他解决了这件事 还有一次我去曼岛 我在一间剧院里讲道 会后有个人来找我 他问我你是大卫报僧吗 我说是 你是不是说过基督徒不应该加入共济会 我说是 他说我是基督徒 也是共济会会员 我给你两分钟来证明 基督徒不能加入共济会 如果你能在两分钟内证明 我就退出共济会 真的是很大的挑战 记得我当时拿出手表来 我说我不跟你讲共济会最高阶的事 我要讲你入会的时候所起的第一个誓言 那就是如果有人透露了秘密 你发誓要置他于死地 耶稣说 即使只是心里希望某人死掉 就算犯了杀人罪 但是你却发这种写事 他开口想说什么 我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这只是讲讲而已 只是个仪式 不是当真的 我说耶稣在同一篇登山宝训中说 你们的话是就说是 不是就说不是 但是说话一定要算数 基督徒有的时候会忘记耶稣的这个命令 但是耶稣确实这么说 我说你如果是真心发这个事 就违背了登山宝训 如果不是真心 也是违背了登山宝训 而你却说自己是基督徒 那天下午他退出了共济会 我用一分半钟就完成了任务 我告诉各位 他退出必须要付很大的代价 因为曼岛有很多共济会员 很多想要避税的人会去那里做生意 他会损失很多生意 但他还是退出了 最后我再说几句话 让你们知道我是认真的 这些是很严重的事 我想看见教会里有一种弟兄团契 可以比共济会更好 没有秘密 一切都是公开的 以耶稣的名为中心 这是耶稣对教会的期待 弟兄亲密的团契 所以耶稣一开始才会选12个男人 真奇怪 今天的教会都是靠女人和小孩建立 但是耶稣建立教会靠的是有工作的男人 大多是靠手做工的男人 其中只有一个是拿笔杆的 耶稣选了12个有工作的普通男人 成立了一个教会 如今已经有15亿人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效法耶稣的做法 我希望这篇信息能带来一个作用 那就是在座的各位 每一个人所代表的教会 能够开始做弟兄的门徒训练 我真的很担心 每一次要求看看教会的活动 都会看到一长串的活动 像是有婴儿的活动 有幼儿的活动 青少年的活动 退休老人的活动 还有妇女早上的咖啡时间 十间教会有九间 找不到针对男人的活动 但是耶稣一开始是先呼召男人 我发现大多数的教会 是女人比男人多 我之前讲到的两个教会 女人和男人的比例是五比一 而唯一那个男人像是被逼迫的 但是我去讲到的教会 平均是两个半女人对一个男人 当然我知道 女人不能够分成两半 我是指五比二的比例 这是平均值 有些教会好一点 但是为什么教会中的男人这么少 为什么教会变成我所说的救生庭教会 妇如优先 我开始问为什么 呃 我从小就喜欢问为什么 我的父母常被我问得很烦 爸为什么 妈为什么 这一点我一直没有改变 很多事我就是想知道为什么 我开始问 为什么教会里的男人这么少 我想到旧约圣经里面 神每次想知道 以色列有多少人 就会叫他们 计算有几个是满了二十岁 能够打仗的男人 我把这个当做测量的标准 每次有教会邀请我去侍奉 希望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 给他们一些建议和忠告 我通常会先算算教会有几个满了二十岁 能为主征战的男人 这可以看出教会真正的力量有多少 老实说 我相信教会的力量在于教会中的男人 所以我的焦点一直放在这里 为什么教会里男人这么少 我离开了摄德兰群岛以后 就去上大学 在剑桥攻读神学 差点失掉我的信心 我失掉对圣经的信心 但是我没有失掉对上帝的信心 神学院叫我们拿剪刀来读圣经 一面读一面山 还好我没有失掉对上帝的信心 但是教会里大多是女人和小孩 为什么呢 之后寻道会又叫我去做步道事工 他们给了我一辆乡行车和拖挂车 然后拆我去南约克郡的矿坑区 那是比亚瑟王还古早的年代 在那里传福音非常困难 我去矿坑酒吧和俱乐部传福音 有一些人信主 但是一年后 我知道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要确实知道自己没有哪些恩赐 不再一直做自己没有恩赐的事情 去找出上帝要你做的事 然后好好去做 别去做他不要你做的事 这会扼杀你的侍奉 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 想去做上帝要别人做的事 我知道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恩赐 但是幸亏有那一年的侍奉 让我更加认识了自己 我们确实带领了一些人信主 我还认识了我太太 那一年并没有浪费 那年结束的时候 有一天我走回车上 对主说 我相信你不想看见我继续做这个 你有别的工作要我去做 这一年来我学到很棒的经验 谢谢你 接下来你要我做什么呢 上帝很清楚地告诉我 车上有一封信在等着你 我迫不及待要回到车上 我走到车子那里打开车门 地上躺着一个蓝色的信封 我赶快捡起来 打开来读 我必须坐下来读 信纸上方是皇家空军的标志 信上说 我们要找一位军墓 墓前已经有九个人 来应征这个职位 我们想给你机会来面谈 你愿意吗 我看完后 在车上找看看 有没有别的信 但是我没有找到 所以我必须认定 这就是上帝要我去做的事 我没有当过兵 当时国家仍然有征兵制 但是农民可以免服兵役 因为战后种田比拿枪还要重要 所以我没有被征兆 我也不想被征兆 后来我去伦敦面谈 我永远忘不了那一次的面谈 面谈的房间很大 一张长桌上铺着绿色的桌巾 后面坐着陆海空三军的军官 是皇家陆海空三军都穿着制服 那张桌子的前面 只摆了一张椅子 我往门内一看 心想 我不要进去 我很感谢在门口站岗的士官 他负责叫我们进去面谈 我经过他旁边时 他轻声对我说 你就想象那些军官 只穿着内衣裤 于是 我走进去 心里想象 他们只穿着内衣裤 就不再怕他们了 我放松心情 和他们相谈甚欢 结果 他们录取了我 然后 叫我去 合班市的 中央医疗中心体检 我和一群空军人员 一起去体检 我记得 我身上一丝不挂地 走进体检房间 有个穿白袍的医生 坐在一张桌子后面 他抬头看我 然后说 牧师请进 我一直想不通啊 难道我脖子上 有记号吗 今天在座 只有男人 我可以把下面的故事讲完 我跟旁边一个 接受体检的人 讲这件事 他对我说 至少 他没有对你说 拉鼻请进 各位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们自己猜吧 然后 我走进 另外一个房间 有一个人对我说 现在 我要测试你的听力 我说什么 你就跟着复述 鱼 我说鱼 薯片 我说薯片 我心里想 我是要来当军墓的 我不能够骂脏话 他说你通过了 然后在上面签名 接下来我发现 我面对的会众 是几百个男人 我准备很多以前讲过的奖章 但是他们听了都无动于衷 我才发现 我已经习惯讲道给女人和小孩听 这个国家大多数的讲道也是一样 像男人讲道很不一样 男人要听直接了当的话 不要听拐弯抹角的话 他们要你说话开门见山 就算我不同意你的话 还是请你讲坦白话 所以我得扔掉以前的奖章 我在皇家空军担任军墓那三年 对我的帮助很大 可惜这个经验让我讲话变得太直率 在一般的教会中 会让老百姓的心里起反感 我发现 他们不喜欢牧师讲话太直接 所以我常被说成是一个不怕争议的人 意思就是说我说话直言不会 但是我发现这是男人想要的 即使他们不同意你说的话 但是他们可以接受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喜欢你有话直说 那三年对我的侍奉有深远的影响 我离开军中以后就下定决心 我以后牧养的教会 男人要跟女人一样多 这表示我必须问为什么男人不去教会 我找到了几个原因 第一 两次的世界大战夺走了教会中的男人 男人离开教会去打仗 没有再回来 我不是指那些战死的 而是指那些活着回来的 他们没有回到教会 他们看过 做过了一些事 彻底违背圣经和良善的上帝 他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良善 毕竟他允许一次大战这样的血腥屠杀 最近我去东伦敦一间教会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他们每周一晚上有弟兄聚会 有一千个弟兄来参加 他们对国家政策有影响力 那个礼拜一晚上 有个讲员 隔天早上要求隔魁下台 那个聚会的成员 有国会议员 那个聚会对全国有影响力 我问那个教会 你们现在还继续吗 没有 那些弟兄去哪里了 一次世界大战后 我们想重新开始这个弟兄聚会 大约聚集了二三十个弟兄 但是后来就散了 各位 这是很多教会的光景 你看教会战后的纪念名单 有没有注意到一次大战的名字 多过二次大战 那是因为很多男人离开教会 去打一次大战 但没有那么多男人离开教会 去打二次大战 男人的数目大减 二次大战只是加速这个情况 这表示一次大战在英国 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这是前所未见的 从来没有这么多男人上战场 当然一开始都是自愿的 后来是征兆入伍 但是英国很多男人上战场 历史上第一次女人要担起男人的责任 四年来 女人变成了一家之主 工厂里都是女人 工厂作业员都是女人 这也就难怪 女人在这个时候要求有投票权 女人如今在做男人的工作 以前只有男人有投票权 现在女人也要有投票权 我不是要评论这样的发展好或不好 但是社会发生巨大的变革 因为男人不在 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再改过来 战后男人疲惫地回到家来 对妻子说 你把家管理得很好 继续吧 从那天起 英国大多数家中的大多数事情 是妻子在决定 不是丈夫在决定 丈夫只要每周五晚上把薪水带回家 就算尽到了责任 她的责任就完成了 妻子必须做重大的决定 很多家庭是妻子在决定各项支出的预算 但是圣经说这是男人的责任 做妻子的不应该担心钱的事 赚到足够的钱来养家 还有分配预算 这是男人的责任 可是有很多可怜的妻子 他们想尽办法 要挤出钱来付电话费 交通费 还要料理所有的家事 这不是妻子该背负的担子 但是在大多数的家庭中 妻子是一家之主 在威尔斯是这样 在英国也是这样 各位这是一次大战所带来的后果 你们想想到现在几年了 七十年来 我们一直想把男人带回教会 但是非常困难 不容易做到 这是原因之一 两次世界大战把男人带离开教会 战后他们没有再回到教会 第二个原因 我今天要很坦白地说 就是牧师没有男性气概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很多 比如牧师的工作 比较容易吸引这种男人 又如大家比较容易 挑选这种男人当牧师 再来牧师最常接触的是 女人和小孩 常常要谢谢女人帮忙泡茶 无形中就改变了风格 男方有一个牧师告诉我 他说 我的教会都是老太太 有男有女 我 我真想告诉他 耶稣说 在心里想就跟嘴巴说出来一样坏 但是我心里想 这是因为讲台上那个人也是老太太 当他礼拜天穿上牧师服 走上讲台 他的动作 他的风格 都是针对男方这些退休的妇人 虽然他自己是个男人 他的侍奉态度却完全像女人 很多电视上也牧师的大多是女人 牧师成了软弱的跟随者 而不是领袖 我发现电视上和电影上 不会找女人来演天主教神父 但是会找女人来演圣公会和独立教会的传道人 我讲这些是有事实的根据 如果您以为我只是随口说说 我这里有一份调查 是针对英国教会200多名代职的神职人员 其中男的有155个 女的97个 调查显示 女性神职人员坚强的抑制 不输给男性的神职人员 在重要的几方面 女人具备了男性气概的特质 令人意外的是 男性神职人员 却往往是内向害羞 具有女性特质 当然 这是指大多数总会有些例外 所以第一个原因 教会的侍奉 不吸引有男性气概的男人 第二 选牧师的时候会选安全可靠的人 而不是勇于冒险的人 男性气概的一个特质 就是愿意冒险 不怕去做冒险的事 这种特质 对于体制 总会有些威胁 而服侍对象 大多是女人 还有小孩 也会造成影响 最近我和我太太 去参加一个家庭礼拜 接下来 我会描述的 比较夸张一点 好让你看清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天讲到的牧师 问大家说 谁可以告诉我 有一个叫做 但以理的人做过什么事 在场的人一阵沉默 没有人回答 他说请回答 有谁知道 这个时候 前排有个年轻的家庭主妇 他前面有一排婴儿车 不知道是不是都是他的孩子 他举起手来说 我想我知道 他说太好了 但以理做过什么事呢 他说 但以理从狮子的脚掌上 拔出一根刺 他回答之后 牧师说 你至少回答了 虽然答案不对 但你至少回答了 还有人知道吗 没有 我告诉各位 他接下来说 但以理他被扔进了火窑里 我很高兴有人笑了出来 我差点以为你们对圣经不熟呢 这个时候 我太太碰碰我 对我耳语说 瞎子在带领瞎子 我们就在那里偷笑 我当时看看四周的男人 他们不是在低头检查袜子 就是抬头研究电灯 我知道他们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是一场家庭礼拜 但是却不适合男人参加 那篇讲道把大家当成了 儿童主日学的学生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些男人似乎都迫不及待地 想要出去抽根烟 他们在那样的场合 根本就格格不入 各位 这是我找出的第二个主要原因 牧师的特质像女人 牧师怎样 教会就怎样 当牧师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会跟随你 当然你会说这样很好 但是他们其实不是跟随你的话 而是跟随你的举动 跟随你的样子 第三个原因是 女人比男人容易信主 我来解释为什么 每一个女人 每一个女人心中都在找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 可以保护他 供应他 照顾他的需要 是他可以尊敬和顺服的男人 每个女人都在找一个这样的男人 当他们找到耶稣的时候 当然就找到这个完美的男人了 所以他们很自然地会回应 回应耶稣 尤其是婚姻不幸福的女人 或者是单亲妈妈 他们会立刻回应 喊接受这样一个可以信任的男人 我们男人却不一样 我们有坚强的意志 喜欢独立行事 不想承认自己需要别人的帮助 就算会死 还是要自己去奋斗 独立是男性气概的特质 所以男人如果要成为基督徒 必须违背男人的两种本性 第一 人接受耶稣 是因为需要耶稣 男人的本能反应是 我不需要任何帮助 我靠自己就可以过好人生 有个人对我的一个朋友说 你认为我会敞开双倍 接受耶稣 承认我的人生失败 没有耶稣 我就过不下去吗 我如果这样做 就是下地狱 你猜我的朋友怎么回答的 他只是冷静地说 你不这样做 就要下地狱 这是真话 但是他点出了男人想要独立的特质 尤其是二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人 只要还有健康和力气 就想自己掌控人生 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除非我们遇到了什么大祸 除非犯了大罪被逮到 像是顾问官艾特勤 他现在信了主 大家都说那是因为他被逮到 没错 他是因为被逮到 他发现自己的真面目 虽然以前上教会 却是一个傲慢自负的人 一切靠自己的力量 他不信靠耶稣 感谢主 这件事让他真正归主 通常要遇到灾祸 比如得了艾滋病 生意失败 合伙人卷款潜逃 婚姻破裂等等 二十到四十五岁之间的男人 通常要遭遇了大灾祸 才会向耶稣求助 一旦他信靠了耶稣 他在耶稣面前 就成了女性的角色 成了基督的新娘 把基督当作他的丈夫 然后他还要再转回 男人的本性 继续做个男人 很多男人成为基督徒之后 会变得软弱 比较像女人的特质 各位 我告诉你们 男人在他和基督的关系上 必须像个女人 但是他在和别人的关系上 仍然需要像个男人 对家人 对同事 对别人 都要像个男人 这是很大的改变 和调整 要转两次 只有上帝的恩典能帮助他做到 但是很多男人成了基督徒之后 失去了男性气概 这很可悲 我想你知道我的意思 这样 我来举个例子说明 我去威尔斯南部 有一个女人会后来找我 她说 报森牧师 我有一个问题 你可以帮助我吗 我说 你有丈夫 还有问题不能解吗 她说 是的 你的问题是你的丈夫吗 她说 不是 那你有没有请丈夫 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她说 没有 我问她 为什么没有 她说 因为这是属灵的问题 她不是基督徒 我问她 这有差别吗 她说 你不明白吗 她完全不了解属灵的事 我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 我说 可是上帝要你有问题的时候 去找丈夫帮你解决 她说 这我很难相信 我说 上帝要透过你的丈夫 来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才给你一个丈夫 她说 这我很难相信 我说 听好 上帝曾经透过一只驴子 向人说话 但你却说 上帝不能透过你丈夫 向你说话 我每次这样讲 十个女人 有九个会接受 可见 他们对丈夫的看法怎么样 但是 这个女的 她不接受 就走了 她到处讲我的坏话 说 有属灵的问题 别去找大卫报森 她不了解 丈夫不信主的痛苦 这个女人大大破坏我的名声 不过一年后 我到同一个地方讲道 她又来了 她说 我有别的问题 这次是我丈夫 这次是我丈夫的问题 所以我不能去找她解决 我问她 这次是什么问题呢 她说 如果丈夫比我属灵很多 怎么办 我问她 是什么意思 她说 因为你不帮我 我生你的气 生了两个月 我想找别人帮忙 却没有人能够帮我 后来没有办法 我只好要求我丈夫 帮我解决那个问题 结果 她帮我解决了 不知道 是我比较惊讶 还是她比较惊讶 但是从那天起 她开始对 属灵的事感兴趣 现在 她成了基督徒 我在属灵的事上 跟不上她 她对信仰非常火热 远超过我 我实在无法接受 我说 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 你希望丈夫的属灵程度 跟你一样 不要不信主 也不要太属灵 你只要她跟你一样 但是做妻子的 有责任 跟上丈夫的灵命 她是你的头 我相信基督徒妻子 仍然必须把不信主的丈夫 当作属灵的头 但是妻子通常会比丈夫先信主 这会带来一个问题 可能会影响婚姻 我们村子里 有个女人信主 牧师很兴奋 叫她到处去做见证 毕竟她是牧师的第一个战利品 她的丈夫却在酒吧 对别人说 耶稣拐走我太太 每一个妻子信主之后 都必须马上知道 不要讲道 不要整天待在教会 圣经说 妻子要用行为 而不是言语来感化丈夫 要让自己更有魅力 容易相处 当丈夫觉得妻子信主之后 变得更好 就会对信仰感兴趣 这是彼得前书三章说的 有兴趣你们可以去读 圣经教导是很实际的 小孩子最容易信主 只要你爱他 他就会信任你 很容易教导小孩子 向耶稣祷告 女人则是第二容易信主的 男人最难信主 所以教会都把重心 放在儿童事工和妇女事工 但是耶稣的事工 是从男人开始 我相信 我们应该重新学习 耶稣的做法 如果我的侍奉可以重来 我牧养教会 最优先的一件事 会是给男人门徒训练 这会是我优先去做的事 而其他的事工都是次要 以上的几个原因 让我对男人有负担 但是我也渐渐地关心 社会的发展 对男人所造成的影响 我在全职侍奉上 看见性别革命出现了 从六零年代开始一种观念 就是不分男女 这个时候开始 男女性别开始混淆 从此情况变本加厉 到现在已经男女不分了 我相信 这背后的原因 不只是社会的趋势 我相信 是撒旦在作祟 他的别名叫破坏者 他不能创造东西 就以破坏上帝的创造为乐 他是第一个破坏公务的人 我相信撒旦在破坏男人和女人 他是刻意在破坏 因为上帝让男人在爱情中 表现身世丰度 但是这种身世丰度 现在却被说成是大男人主义 我曾经因为让女士优先进门 而遭到斥责 社会对于性别的价值观 已经扭曲 现在我要开门见山谈谈女权的趋势 女人有一个合理的抱怨 就是一直被视为次等公民 无法受到和男人平等的待遇 这样的抱怨是对的 我们男人需要听进去 因为男人多多少少会歧视女人 但是 后来提出的解决之道 却是错的 抹杀了男女之间的差别 只用人的统称 说到人的时候 必须坚固到男女两性 这完全不是圣经的说法 但是在这方面的张力越来越大 有一些基督徒比较在意 说话是不是坚固到男女两性 而不在意道德的是非 接下来 我可以列举一下过去几年来的发展 60年代 不分男女的时代 70年代 同性恋的时代 同性恋者出柜 如今在很多地方已经合法了 只要合法 大家就认为是对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只要是法律允许的行为 大家就认为是对的 像是药品合法 嫖妓合法 还有很多政治的事变得合法 如今同性恋是公开的事实 记得有一次聚会 我不会讲这个人是谁 有个年轻人来找我 他问我 你能不能帮助我 我恨我自己 我看看他 长得一表人才 穿着体面 说话得体 显然受过高等教育 在伦敦有个很好的工作 年轻人想要的他都有 我问他 你怎么会恨自己呢 我问他为什么 他告诉我说 因为我只要有空 就会到伦敦街上 找男人上床 说真的 我实在很憎恶自己 我问他 你是基督徒吗 他说我是 我试着做个基督徒 他确实相信主耶稣 我问他 你什么时候开始这样 他说 从寄宿学生时代开始 我很清楚 男生寄宿学校的情况 我绝不会把儿子 送去寄宿学校 我对他说 其实你不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是从你早年 在家中 就已经开始了 他说 应该不是 我对他说 那么请你说说 你的父母 他说 你想知道什么 我问你们家 谁是一家之主 是爸爸还是妈妈 他说是妈妈 他说 妈妈嫁给爸爸之前 已经离过两次婚 现在他在这个家里 也是一家之主 我问他 你跌倒受伤的时候 会跑去找谁安慰你 他说 我爸爸 我问他 你爸爸会抱你 亲你吗 他说 会 我说很好 做爸爸的应该怎么做 但我又问他 但你妈妈呢 他说从来不会 我说 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曾经爬上床 跟爸爸一起睡觉吗 他说很多次 我问 你上床后 爸爸会怎么样 突然间 过去的记忆回来了 原来爸爸和妈妈 关系不好 当儿子爬上他的床 爸爸就有了性冲动 你可以猜到 接下来的事 我为这个男孩 感到难过 我发现 其实有很多 对于性别 无所适从的男人 都是因为 父亲 没有扮演好角色 父亲不是一家之主 母亲才是 所以 小男孩 在混淆的情感中长大 把父亲当母亲 把母亲当父亲 或是根本没有父亲 可怜的母亲必须身兼父职 今天我们已经看见 整件事的后果 情况会继续下去 会一直恶化 如果男人 不做真正的父亲 做一家之主 带领妻子和家人 不是对家人独裁霸道 而是带领他们 男人如果不这样做 这变态的情况会恶化 圣经是这样说的 这是上帝憎恶的事 这不是上帝 创造人身体的本意 人的身体 不能这样逆性地使用 但情况就是这样 再来是七零年代 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 双性 喊变性当道 我记得有一天 我的秘书进来我的办公室 他的态度一向很冷静 此时却惊慌失措 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停了半天才说 有个人在外面等着要见你 我无法应对 我就走到外面的办公室 有个中年妇女 她戴着帽子 穿着外套 拿着皮包 坐在椅子上 我就在他旁边坐下 我问他 你有什么困难吗 他说 我很担心我的太太和孩子 我吓了一跳 当时我们教会 有三个精神科医师 我心想 不知道谁可以帮我 不过我发现 这个人的精神状况正常 我注意到 他的手是我手的两倍大 很强壮的一双大手 我说 你最好说说你的情况 我在皇家海军担任炮手 这是他的下一句话 我从他的手可以看出来 接下来他说 我从海军退伍后 无法忍受在家 和妻儿相处的生活 就逃到伦敦去 后来交到坏朋友 搞变态的性关系 开始做女人的打败 最后动了手术 切除性器 打荷尔蒙 现在我是个女人 他说 虽然如此 我仍然很沮丧 所以就跑去泰晤士河岸 想要跳河 有一个传福音的人 在河岸走动 阻止人跳河 发给人担张 那个人把他们集合起来 叫他们一起做绝制祷告 然后说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们 就把我的名字和地址给他们 于是这些人就来了 我刚刚说的 我刚刚说的是七零年代初期的事 是我当牧师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我查遍书架上 所有咨询的书都没有提到这种事 想到我在剑桥所受过的训练 对我处理这件事也毫无帮助 我花了六个月 才帮助这个人振作起来 我暂时叫他不要回到妻儿身边去 那只会让他们更加无所适从 帮这种人找工作 简直不可能 我去找过很多雇主 求他们雇佣这个人 可是当他们发现 这个人心思意念是男人 上厕所却是用女厕 就不愿意雇佣 最后我找到一个基督徒雇主 愿意接纳他们 他们就慢慢稳定地进步 你有没有想过 要怎么样帮助这种人 明白自己在基督里是谁 他们已经动过 无法回复的变性手术 各位想想看 他们要如何知道 上帝要他们做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帮助这种人 却不是最后一次 听说现在英国有两万五千个变性人 等于一个小镇的人口 健保可以给付这种手术 甚至还有一个电视系列节目 在教大家怎么样变性 有一次我在伦敦一场鸡尾酒会 跟一对夫妇交谈 我问他们从事什么工作 先生说我是外科医师 我太太是心理医师 我说你们夫妻在照顾人的身心呢 有点开玩笑的意思 他说没错 我们开了一间私人诊所 我问来诊所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说都是想变性的人 我改变他们的身体 我太太改变他们的心理 我问你们的客户很多吗 他说等候名单上有好几百个人 这个世界实在很奇怪 很多人不想接受上帝造他们的样子 他们说我要选择自己想要的样子 来找我辅导的男人 有些听从了我的劝告 没有去变性 但是这种人大多宁愿被别人照顾 而不是去照顾别人 这是我的发现 他们想做女人 让男人来照顾他们 他们不想照上帝的吩咐 去面对自己的责任 这是社会的趋势 也因此 这让我有负担去帮助男人做男人 我并不是觉得自己可以做他们的榜样 但是我有负担要帮助男人 做属神的男人成为和神心意的男人 我并不是说外面不是人 没有积极啊 所以他被做战数